那我到王家直接找你 妈 妈 有个男的打电话给大嫂 男的 嗯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敏君的爸爸弟弟不都是男人吗 可我听到电话里头好像都不是 张嫂 你先下去 好 你别这样 我 我会想办法出去的 老地方见 陈玉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提醒您注意一下 咱们王家毕竟是有头有脸的人 万一大嫂要是做出事 我会想做出一些切不得人的事 我爸到时候闹出笑话了 我说完了 我说了 嗯 我去一下 你坐在那儿吧 没事 他们说对妈很不好意思 那倒不用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会跟你妈一般进食 妈 我 又怎么了 我想出去一下 敏君 你难道跟你妈一样 以为我们王家花了一百万 就把你给买断了 大门在那儿 你随时都可以进出的 不用解释的 对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想出去买点东西 我很快就回来的 那要老张送你吗 不用了 谢谢妈 对了 敏君 身上有钱吗 早上妈给我的钱 我还放在身边呢 谢谢妈 不用了 那我先走了 亭敏 兔敏 敏君 你别这样 我差点忘了 你现在是 总经理夫人 王太太 崇敏 你找我出来 是想骂我的吗 我有什么资格骂 我只不过是一个穷打工的 怎么比得上人家总经理 况且 我们家也没有他家有钱 崇敏 你知道 我不是贪图金钱才嫁过去的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你这样做 都是为了你家 既然你知道 那应该了解我的苦衷了 没错 我也希望我能够体谅你 所以你结婚的那天 我一直在饭店门口徘徊 我不敢进去 我只能远远地望着 心中默默地祝福 我只能远远地望着 我只能远远地望着 我已经辞职了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想先回家去 我妈年纪大了 一个人开店挺辛苦的 我去陪陪她 顺便 计划一下我的将来 那你是来刺刑的吗 原来 我是打算就这么走 可是今天 我是想来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我要你跟我一起走 跟你一起走 敏军 你在王家受尽了委屈和屈辱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没有 你不要骗我 你的事情林薇都告诉我 小薇去找你 你没有回娘家 你爸妈找他们去理论 被你婆婆赶出来 这些事情我统统都知道 冲铭 小薇不懂你别当真 那好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你嫁到王家 受了委屈吗 没有 你变了 以前不管什么事 你都会跟我说 可现在 冲铭 我对不起 我不要你跟我说对不起 我只要你跟我说实话 冲铭 我跟他们之间 是有点误会 不过 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 去化解它 我会做好 我这个媳妇的本分 听你这样说 我全都明白 冲铭 那你现在留在那个家里 还有什么意义 难道你真的 要把自己埋葬在这段 没有爱情的婚姻里吗 明冲 你别犯傻了 你嫁给我吧 不可以的 有什么不可以 我知道你心地善良 可是我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身陷其中 而救手旁观 以前是因为你妈不同意 可我听凌薇说 你爸她现在也后悔了 明冲 你不要犹豫了 跟我走吧 不行 崇利 真的不行 我不管 今天晚上 我在车站等你 我们坐最后一班车走 你跟我回去 好吗 你不要再犹豫了 为了你 为了你 也为了我 记住 我在车站男女 一定要来 我 无缘沉默之中 你必须要离开 我一定要等到你来 我一定要等到你来 其实必须必须无尽等待 我从来不敢继续未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在你我之间卷不断 离不开 从开始直到现在 我 小康 谢谢你啊 大哥 这没什么了 我已经通知工厂 加进赶工了 但我觉得爸说的有道理 那批货 可能会有风险 有什么风险 订单下来 等到他回到德国 就会开信用状给我们 可是大哥 关于他们没那么做的话 那岂不是 没有问题的 我说少康 爸不相信我 连你 也不相信我吗 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只是觉得 那是什么 你是不是认为 我在总经理不够称职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是不是认为 我不是这块料 难道我们为公司出货 新经过力吗 大哥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知道你一直为了公司 尽心尽力的 虽然这家公司 是爸创立的 可你也一直很努力地在经营 这些我们都看得见 我现在只是觉得这批货 少康 我保证 这批货绝对没问题 好 如果这批货真的出了问题 那就表示我这总经理判断错误 我二话不说 马上将总经理位置 让给你这样走 行了吧 大哥 你 好 这话可是你说的 爸 先别说话 王总经理 你说话可要算话呀 我说话算话 董事长 很好 如果你还想保住 总经理的这个位置 你最好保佑这批货 能够如期完成 并且能够顺利地拿到货款 如果这批货 我能够顺利交货 并拿到钱 不知道我有什么好处 好处 当然有好处 既然你拿总经理的位置 来跟我做赌注 那我就拿董事长的位置 来给你做赌注 如果 你真的能够如期完成 并且能顺利地拿回货款 那么你 来做我这个董事长 怎么样啊 爸 父子之间 何必说这么重话呢 少康 你也听到了 是我要说的吗 你看他什么态度 人生爸爸都不叫 竟然叫我董事长 爸其实我 你别说了 你王少华说话算话 我王光耀也绝不食言 我就看着你如何处理这批货 爸 爸 大哥 你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 你问我 我问谁啊 他从爸叫我勤恋女人之后 没有一天是顺利的 大哥 其实 其实什么 你是不是想说其实都是我的错 咱们现在不谈是谁的错 但你们毕竟已经结婚了 我不承认 怎么回事是罢定 我从头到尾都不承认她是我的老婆 我不承认 大哥 好了好了 多亏 你放心 如果你真的想帮大哥 这批裤就尽快完成了 千万不能出半点差处 知道吗 你放心啊 大哥 我会帮你忙的 那我先出去了 來 林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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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猶豫了 跟我走吧 不行 不行 崇明真的不行 我不管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跟我走 崇明一直狠死心眼 我該怎麼辦 不 我如今是王家的媳婦 我不能 我不能走 媽 東西都買了嗎 買好了 媽 你就別忙活了 擦地板呢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而是持續長久的事 你可要想清楚啊 不是擦了今天 明天就不擦了 媽 我不會的 明天的事情誰知道了 哦 對了 成語呢 哦 他說要先去公司找少康 然後去接英杰回家 好吧 那你就快點收拾收拾 收拾好了 就去準備今天晚上的 最後一頓飯吧 媽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今天最後一頓飯 這 難道崇明打電話的事 媽都知道了 你們 你還看著呢 你看看 我還看了 你還看了嗎 快點兒 你還看著 你還看著我 你這樣啊 你還看著你 你一定要問你 其实呢也没什么事情 就是觉得很无聊闷得慌 所以想出来找你聊聊嘛 你想想看 大嫂在家里 就知道扫地擦地整理东西 我呢什么事情又不做 到时候妈呀肯定会唠叨我的 原来你是为了逃避做家务才来的 要是真这样的话 你呀真该被妈唠叨急才对 你这话什么意思嘛 我做的还不够吗 这个大嫂是新进来的 当然应该多做一些事情了 老公啊 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今天啊 有一个男的打电话给大嫂 我怀疑呢 这个人是大嫂的情人 情人 嗯 别看大嫂平常一副假正经的样子 说不定啊 在外边勾三搭四呢 又没什么证据 你呀不要胡说八道了 我哪有胡说嘛 好啊 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够妨了 刚才在公司 我还差点跟哥吵起来 你就让我亲近一点呢 你为什么又跟大哥吵呢 还不是为了昨天 大哥没有陪大嫂回娘家吗 结果去接了一个大案子 结果 被爸骂了一点 这倒好 大哥撂下狠话 大哥 如果这个案子没成功 就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我 真的吗 不过 要是爸不准的话 那还不是等于白说吗 可糟糕的是 这话刚好被爸听到 好 爸一怒之下竟然答应人 如果这件事没成功 大哥必须把总经理的位置 让给我 可如果成功呢 爸竟然要把董事长的位置 让给他 你说这像话吗 少康啊 这个是好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 你又在想什么呢 你又在想什么呢 少康 这次啊你真的要听我的话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让这笔货如期完成 尽可能地弄出大杀错 你怎么说这种话呢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王家的声誉啊 老公 我们家是老字号了 少几个客户也没什么 目前最重要的 是你能顺利地做账总经理的位置 我去副总当得好好的 为什么非得让我当总经理呢 因为你要掌控这个家呀 掌控这个家 是啊 你想想看 你这个大嫂才进门没几天 就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 我怀疑啊 这以后是越来越糟糕的 爸妈也是 谁就规定一定是老大当总经理 老二当副总理 我觉得老公你啊 能力不输给大哥 以后咱们王氏集团 仰来的是你 不是大哥 知道吗 好吧 不要再说了 这话传出去可不得了啊 这又没有外人你怕什么呀 你看 爸刚跟大哥吵完 你现在又出这种主意 你这不是要害我吗 少康 我是你老婆 我怎么会害你呢 我呀是在替咱们王家打算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 顺顺利地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好啦 非常担心啊 我知道该怎么做 对了 你还有什么事要忙 嗯 没什么事啊 一会儿逛逛街 然后去接音机 好 不过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那我先走了啊 嗯 嗯 真是没用 哼 我才管你同不同意呢 我就一定要想办法 让你当上总经理 再让大哥对雷敏君更加反感 然后利用英杰 将雷敏君赶出王家 哎呀 糟了 敏君该不会是已经离家了吧 哎呀 我真是坚望 刚才 我不是已经叫她去准备最后的晚餐了吗 奶奶 哎哟 英杰回来了 妈 怎么样 今天在学校表现得好不好啊 老师都夸她 说她表现可好了 嗯 那可不 我的孙子当然是最好的啊 奶奶 我先上楼换件衣服啊 赶快上楼洗个澡 把换件衣服下来吃饭了啊 啊 快点 阿神 奶奶 待会儿见啊 快快快 妈 那我先去准备晚饭了 不用了 敏君已经在准备了 啊 那 我是不是可以先上去了 哦 对了 我看 你还是去厨房帮一下敏君 啊 因为今天张嫂请假 我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哎 今天这个晚餐呢 也不知道要准备到什么时候 妈 这有我在 您就放心好了 哦 对了 晨雨啊 你待会儿去厨房 帮妈注意一下 敏君的一举一动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甭问 照我的话去做就是 妈 您的意思是不是让我见 你 叫你甭问 你听不懂是不是 啊 那我先去了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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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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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会再去办法吗 刚才妈打电话来 我跟她说了 今天要加班 哥 生产线一切都在 按照进度进行了 甚至都超前了 所以今天所有的员工 都不需要加班 你干嘛要加班 我还有事 哥 我看 我看 你还是回去陪陪大嫂吧 你干嘛要加班 少康 你怕老婆我可不怕 你要回去就回去好了 干嘛管我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我不是怕老婆 这叫尊重 哪像你啊 一点都不尊重大嫂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不尊重 哥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 你是不是想做总经理啊 我没这个意思好不好 你明明知道我这批货很赶 你确然他们都下班 不加班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你也知道 这一阵子大家都在拼命地赶货 每个员工都有家庭的 天天这么加班 谁受得了 况且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 一切都在按进度进行中 都不需要加班的 哪怕到处真的来不及 再加班也不迟啊 万一来不及 加班有用吗 万一来不及 无法入期出货 我这总经理的位置 不就让给你的吗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好了 算了 我不想跟你争了 反正都下班 你赶快回去吧 我是怎么了 你把你抢了我 我 我怎么会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 我 我怎么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我 一样快乐怪人雷敏君 都是因为他 都是因为他 你急急忙忙拉我出来干什么呀 什么话屋里不能说呀 什么急事啊 我跟你说呀 我们家有人要弃家跑了 跑 谁跑啊 少华吗 他要继续闹下去的话 他不跑 我都会把他赶跑 不是少华 是敏君 敏君 你胡说什么呀 我哪有胡说啊 我还要怪你呢 你让少华跟敏君结婚 你也不弄清楚 敏君他是有男朋友的人 你怎么知道 今天早上 那个男的打电话来家里了 敏君一接到他电话 就神情很慌张 然后他就编了一大堆理由骗我 说什么他要出去买东西 结果我就灵机一动啊 跟在他后面 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在公园里约会 你看见什么了 那个男的 邀他今天晚上跟他一起走 那敏君怎么说呀 那个男的都亲吻他了 你说他能怎么说呢 老婆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你真的看清楚了 我 反正那个男的亲了他之后 那男的就跑了 然后我看敏君的样子 还挺高兴的 结果他就一个人傻傻地待在那儿 那肯定是啊 那个男的亲了敏君之后 敏君被吓傻了 你神仙哪 他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你当时在现场吗 你笑什么 我跟你说敏君有男朋友了 你还笑得出来 老婆 来 坐下来 坐下来 哎呀 你冷静一点 听我说啊 其实啊 这件事情啊 我早就知道了 你早知道 我还知道啊 那个男的呢 他叫黄崇明 以前呢 也是公司的职员 是个车间主任 那他现在 他知道敏君嫁给我们邵华之后呢 就辞职了 所以老婆 你就不要担心了 他辞职也不能代表什么 他一样可以带敏君走啊 老婆 敏君他不会走的 你就那么笃定 那当然了 别忘了 我暗中 已经观察他两年了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自从他嫁到我们家里来之后啊 家里就给他搞得鸡犬不宁 连我的心脏病都快发作 何丽 我相信我的眼光 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你呀 就是幸福太极了 记着 你不能用眼睛去看敏君 我不用眼睛看 我用什么看哪 用心呢 用心看 用心 对 你要用心去看敏君 用心去挖掘敏君 用心去了解敏君 你说得也太玄了吧 玄吗 你呀 你呀 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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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皮包怎么不见了 什么皮包啊 我一个放在这儿的小皮包啊 不会吧 你是不是放错地方了 那边那边那边看看 看看 不可能的 我每天都把皮包放这儿 而且我今天还放了好几万块钱在这儿呢 是吗 可是在家里也没外人呢 外人 对呀 是他 一定是他 谁呀 林宁俊 你看你看你看 我又来了 什么我又来了 你忘了 今天下午他爸爸妈妈 跑到我们家大呼小叫 他又答应今天晚上跟那个男的跑 他不跑到我这儿去拿钱 他怎么跟那个男的私奔呢 老婆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看敏君呢 你不要用眼睛 我知道要用心用心看 可是我现在心乱糟糟的 我怎么去看呢 不行 我一定要去问清楚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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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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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问你 你今天有没有到我房间去过 没有啊 我没有到过妈的房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我的钱包不借了 钱包 嗯 妈 你认为是我拿的 家里又没有外人 不是你拿的是谁拿的啊 我 我是外人 何丽 你的话太过分了 敏君怎么是外人呢 你不是外人是什么 陈玉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 我没有调过一样东西 家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调过一毛钱 你才嫁到我们家几天呢 我那钱包就不见了 这我不能不怀疑你 你说不是你偷的 好 那你让开 让我送 你干什么你 何丽 我跟你说呢 你不能为别 你让开你别管 你妈的钱包找不着了 你没不理 你二十 dön 我估计 你不知道 难道这个蹄包会长了翅膀 飞到你的枕头底下吗 我也相信 绝对不是敏君做的 那你的意思 是有人栽赃给他了 妈 我看大嫂 不会是这么人 你给我闭嘴 你爸爸一天到午 叫我用心看 用心看 我今天总算是把你的心看透 妈 妈 你先看看这一把钱 有没有少 这才是最重要的 敏君 这些钱你要用 你可以告诉我 你可以拿去用 你为什么要用涛的呢你 我从小到大 都是清清白白的 妈 我也觉得不是大嫂拿的 您今天早上不是刚给过钱吗 再说了 我们家的阿姨也都休息 没有什么外人在呀 有谁会去栽赃呢 别说了 我从小到大都是清清白白的 我从小到大都是清清白白的 你们都到客厅了 你们都到客厅了 妈 您就别生气了 钱找着就好 咱们先到楼底下去好吗 给您泡点茶 别生气了 妈 小康 把荆杰叫来 爸 爸 敏君 你别急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我 我 你 我 你把英杰再下来干什么 老婆 你先别说话 英杰啊 爷爷问你 你今天有没有到奶奶的房间 拿走了奶奶的东西啊 我 我 我没有 光耀 你这什么意思啊 居然无缘无故 把这种事情赖得英杰才能够 我说了你先别说话 我没有无缘无故 凌桀 爷爷再问你一次 你今天有没有到奶奶的房间 拿走了奶奶的东西 我 我 说 我 我没有 爷爷 你怎么可以无赖我呢 明明就是这个女爷偷的钱 沙康 你刚才 带英杰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她是丢钱的事啊 我 我没说 那英杰 你怎么知道奶奶丢了钱包 并且 是敏君拿的呢 我 我是猜的 猜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猜别人呢 爸 妈 英杰跟大嫂又没有仇 她干嘛去偷这个钱放在大嫂房间呢 我看啊 爸车是误会 是不是误会她自己心里有数 英杰 你老实说 是不是你偷走了钱包 然后把它放在了你妈妈的房间里啊 我没有 我才没有妈呢 她不是我妈 明明是她偷的钱 为什么硬要说是我偷的呢 婷姐啊 如果你承认了 爷爷最多骂你几句 如果是你偷的钱包 你还狡辩 而且还栽赃给别人 那爷爷对你就不客气了 我没有 明明就是她偷的钱 在家里穷得没有钱 爷爷 你为什么不说她偏偏要怀疑我呢 非要气死怀疾呢 少扛 去去去把腾掉了来 爸 没这个必要吧 是啊爸 现在根本就没有证据 说是殷杰偷的 你干嘛要打了她呢 打我进来 你好 事情到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钱包是殷杰偷了 然后嫁回给敏君 他这样做 就是想把敏君同志给她赶出去 爸 只要大家知道 我没有偷钱 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 不要再追究了 不行 说我要给你一个公道 把腾掉打过来 辈子 你拖过来 我过来 你拖过来 我过来了 你拖过来 拖开 娘 人人人 人人在问你 是不是你偷的呀 爷爷 我没有偷 是这个女人偷的钱 你为什么不罢他呢 你开嘴于温 君同志 说我说话 说我说话 你不要再打我女儿 英杰 英杰 奶奶 你儿子 我们都是你最亲的人 我是你的妻子 少华是你的长妇 英杰是你的孙子 你口口声声地告诉我说 这个女儿她有多好 我也希望她好 所以从她驾进家门 我也不断地问我自己 可是她呢 你今天既然为了她 就要呵呵地打我的孙子 你是不是过两天 你是不是过两天就要连我一起打 连我一起打 何丽 你怎么那么糊涂的你 我在教你的孙子啊 你的孙子现在学会了撒谎 学会了呆当 我还不该教吗 如果是她偷的 我赞成你教 可是现在并没有证据是她偷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打她 爸 你干吗发这么大火生这么大气吗 现在事情都没有弄清楚 您生这个气 那不是把自己身体给你气坏了吗 妈 是我不好 是我不对 都是我的错 你的错 那你承认了 是你套的是不是 何丽 你现在不是在逼她承认吗 那你这样打英杰 不是在逼英杰承认吗 你 你 怎么了 爸 少华 爸 少华 你回来得正好 我掉的钱包 在敏君的房间发现 突然间我好想你多年后 原来你仍然认识我心痛 在梦里你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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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甜美的笑容 我没醒来 我没醒来 不知所措 漫步在我们长去的街头 想起过去种种你的温柔 一个熟悉的声音 一个熟悉的声音 出现在我的眼眸 想问你 是否还记得我 我只想再拥有 你的温柔 不想独自在街头 平常寂寞 是否能再停留 在你左右 我不愿再次蹉跎 只为你等候 别说 你眼中已经告诉我 回忆回忆一休 虽然离去我依然 为你守候 不能再次摇上 我给你 再次摇上 你的温柔